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11月21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为你流泪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路加福音第19章第41至44节 耶稣临近的时候 望见京城 便哀哭他说 恨不能在这一天 你也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 但这事如今在你眼前是隐藏的 的确 日子将临于你 你的仇敌要在你四周 逐起壁垒 包围你 四面囧困你 又要荡平你 即在你内的子民 在你内绝不留一块石头 在另一块石头上 因为你没有认识 眷顾你的时期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 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你看到不喜欢的人 事物 你会先停下来 再下判断吗 通常我们会很迅速地 按照眼前所看见的 按照心里的体会 按照惯例 下结论 做选择 开始念个不停 是什么样的人 在心里很不舒服的时候 能暂停 能体会对方的感受 能哭泣对方的错误 也因为如此 而为他人流眼泪呢 今天 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人 身为天主的他 来到耶路撒冷城 渴望带来和平 但在路上 却是一次又一次被拒绝 被冷漠 在耶经等待着他的 应该是更多的拒绝 十字架也应该在不远之处 按照这些数据 一般人就会掉头离开 但耶稣不但勇往直前 也特地在进城前 停下来观看他 为他祈祷 为他哭泣 就像被拒绝的情人一样 主耶稣知道 一旦耶路撒冷把他 定在苦架上 他们的命运 也因此被锁定了 耶路撒冷的领袖们 会继续沉沦 一错再错 最后被罗马人毁灭 其实 你和我都是耶路撒冷 天主的爱成 当我们因为生活上的 不良选择 离开爱 拒绝被耶稣爱 拒绝被他宽恕 拒绝宽恕自己和他人 耶稣就站在我们面前哭泣 留下的不是指责你和我的眼泪 而是慈父慈母看到孩子走偏了 不愿回头的眼泪 耶稣不会惩罚我们 而是希望我们认识眷顾我们的时期 也就是恩宠的时期 亲爱的朋友 今天就是你被耶稣眷顾的日子 现在就是你我被拯救的时刻 种下种子 是否愿意认出 今天就是救恩的时刻 转向他 被他爱 最后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主耶稣 你为我流了多少眼泪 而我却从以前都无动于衷 你知道我的无知会带我往下沉沦 但一旦接受被你爱 我就能活在你救恩的爱里 感谢你那么在乎我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今天就转向耶稣 让他拯救我们 我们明天再见